接下来要邀请您1月20号下午1点到文化中心演艺厅 看百人盛大演出的音乐会 集结15支民间乐团演出国乐外 还有用奶粉罐制作的大广弦 40人合力演出绝对让人印象深刻 在黄世问老师指导下 来自民间乐团展现传统民间音乐 这一次加入古往今来 艺术团带来振奋的古生演出 要让听众热血奔腾 这次演出的单位众多 除了各单位的国乐团之外 虹桥里壳子弦乐团将带来用壳子 做成的壳子弦演出 而最特别是这用奶粉罐 做成的大广弦 声音低沉 共有40人将合力演奏 桃瓜过渡 奶粉罐做的声音很低沉 很像我们以前的大广弦 大公弦的音乐特色 这样配合卡卡片会更好玩 我们邀请了总共有15个团体一起来做这项赢舌年的活动 就是乐赢金舌步步高 这100多人的盛大演出 1月20号下午1点将在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 自由入场 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朋友 别错过咯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